前例民眾使用快篩試劑的需求量也大增 連鎖藥妝店宣布上架 5萬份的家用快篩試劑 台中有民眾一大早 藥妝店都還沒開門就去排隊 沒想到店家卻說沒貨能賣 而台北的藥妝店也出現了排隊的現象 不過單一的店家只能賣10只 這個10只能賣 民眾就抱怨跑了很多間都買不到 痛批政府根本沒預備好 上午9點多 台中的藥妝店還沒開門 已經有民眾排隊等著搶買快篩試劑 排了老半天沒想到 我今天沒有到 台中這間藥妝店 根本沒有快篩試劑到貨 民眾撲空買不到超無奈 真的買不到 我們已經跑很多天了 家人朋友就各自跑兩三間 一天跑兩三間問 都自己處理 政府一言難進 政府它就是沒有預備好 雖然希望我們與疾病共存 但是它還沒有預備好一些物資的部分 台中所會補貨的連鎖藥妝店 跑三間居然只有一間有貨 快篩數量20只被秒殺 台北同樣供不應求 但一家店只有10只 根本不購買 快篩的部分一個禮拜只要進一兩次 供不應求 就是大家都想要得到這個東西 本土確診連兩天標迫5000例 中央掩擬居家隔離政策將由10加7縮短為3加4 後面四天要快篩 陰性才能出門 但如今快篩世紀幾乎是一技難求 叫民眾在家心慌 憤怒無奈 統批政府到底預備好物資了沒有 記者連家親網上SN小組 台北台中報導